我们一些老将跟老师的鼓励下 可以振奋他们 那相对他们的热血 会振奋我们这些老将 再次确认 不过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 要请教利勋哥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打篮球 对篮球应该是有 大家都打得好不好 不过篮球大家应该都知道 核球你了不了 到这几年才知道 核球这样一个运动 在博明海看我们的核球的表现 他发觉说了不起 难度比篮球还要高 凶狠的程度比篮球还要凶狠 其实在这边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像核球这个运动 其实长跟篮球有一点像 我之所以一开始会这么问利勋哥 就是因为说 其实他跟篮球的某些概念是一样的 刚刚利勋哥也提到说 我们在博明海也就是试运会的时候 我们的核球代表队是拿下了铜牌 讲到这边也刚好介绍了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嘉宾 那他呢就是这一次 我们核球代表队 我们这个铜牌战 对上德国那一场 他还投进关键球 而且他是这个大会的德奔后 那就是林雅文 雅文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实利勋哥这边也要请教这两位 就是说核球这个运动刚刚 好像其实我觉得台湾可能很多民众 对它是相对陌生 比起像篮球 但其实我们台湾在 这个核球的世界排名 不只这一次在博明海的试运会 是拿下铜牌 我们排名世界第三 排名世界第一的是荷兰 那基本上核球这个运动 就是从荷兰来起源的 那第二名是比利时 第三名就是我们 好那请教两位 首先当然利勋哥您先来 我们长幼有序 对不对 一定要叫执行 一定要一直讲 为什么我们台湾在核球这个项目 有办法在世界上 有这么的好的一个成绩 就一席之敌 我讲一句实话 如果你用核球的客观的条件来看的话 台湾会排到第三 你会觉得是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一件事 第一个核球的技巧 还有它对身高各方面那个要求 其实比篮球还要高 它的这个篮筐是三公尺多 各位打篮球你就知道 你有太多技巧可以用 但是核球的篮筐是没有篮板的 不但没有篮板 它就是一根柱子把这个篮筐整个弄上去 而且柱子因为大家在那边挤来挤去 撞来挤 它会不断的摇晃 是 所以你每一球都 很难瞄准 你就是要投空心球 然后你就想一想 你的亚洲人的身高 在这些欧美人的身高底下 你要出手都是非常困难 然后我们居然可以排到第三名 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说 我们这些选手不正常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身高 这样的客观条件 可以去挤到全世界第三 那我想这是不可思议 我除了用不正常三个字来形容 以外我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李群哥你既然这么讲 我们来听听这不正常的人 因为你刚才讲不正常的时候 我看他面有难色 没有没有 来来来 雅文你身为选手 那当然你还曾经旅外 对不对 这是在荷兰打破职业赛 是 那你怎么看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 核球的水准 现在能够在世界上 排到这么高的水平 最精准的四个字 就是短小金干 对 我们的速度快 然后我们的命中率高 所以变成说 国外的人如果要跟上我们的速度 我们可能就可以突破 那如果他不跟上 我们就可以远头得分 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就是我们因为身材的劣势 我们必须要学会很多很多技能 但国外打球他们就是连高马大 反正我就是投篮就好 投篮就好 但我们会学很多一对一单打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国外的人比较害怕我们这一点 其实核球这个运动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 他是四男四女 就是男女混对 一般我们说篮球有分男来跟女来 但是核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怎么看这一个他这个运动的天性 一开始我在学核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 因为你男生跟女生思维本来就不一样 但是他这运动加上男女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男生要配合女生的柔 女生要配合男生的杠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 你在不断不断的磨合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我可以这么做 你会突破那个性别的差异 我想雅雯其实讲的很客气 他说我们的速度快 但是核球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的球员不过半场 所以速度这个东西在这边 绝对不是雅雯讲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其实有太多的技巧在这 你不像篮球你速度真的很快 你从这个半场 直接一跳龙这样 他这边不是你就是在这个半场里面 所以你要发挥那个速度 你其实还是需要更高深的这个技巧 他那根杆子大家都在台下这样 晃来晃去 所以那个篮筐真的是就像晃来晃去 那各位打篮球的朋友 你今天去打篮球的时候 你试试看 就是说你今天不能打这个插板球 全部都要投空心球 如果你投的蛮好的话 也许你可以打核球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找一个人 在里面帮你摇那个篮筐 在核球这一个运动当中 出手力球精准 没有这一个所谓像立军哥所提的 弹框打板的这回事 而且你不能灌篮 三公尺多 三公尺多你没有办法灌篮 当然也像雅文刚刚所讲的 就是男女要合作 男生要配合女生的柔 女生要配合男生的钢 这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有趣的 让大家之前没有那么了解的一个运动 这边也要请雅文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第一次 会进到核球这个领域是什么时候 我听说是跟猜拳有一些关系 你只有做功课 当然 因为那时候我国一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核球是什么运动 然后我们学校是万方高中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核球社团 跟篮球社团很热门 然后老师因为知道大家都不想要去核球 因为不认识 然后他就叫我们猜拳 赢了就可以去选核球社 输了就核球 我那时候想拜托 拜托一定要赢 结果我就输了 然后就进到核球了 就是误打误撞这样子 告诉你输了就是赢了 对 为我开另外一个窗 对对对 但你进到的这个核球社之后 是怎么样 就是说就一头栽进去 你不会想再回到篮球的领域吗 我觉得核球跟篮球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投进的每一颗球 都跟队友有关系 因为篮球可能 我很厉害 就像你们刚刚说的 我可以自己一条龙 投运球我就过我就上来 可是核球比较难的是 我没办法自己运球 我必须要透过队友的助攻 我才能出手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运动也太酷了吧 就是我很享受在那种团队 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那一种叫一人球队的事情 对 很难 所以他们那个传球的频率非常的高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你想要做在篮下做什么动作 几乎是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你会认为说这一点是你认为核球运动当中最吸引你 对很特别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国小时段 因为跟女生打起来篮球 我比较像是比较突出的那一位 哥哥可能又不太让我跟男生打 我就只能一个人在那边投篮 因为那时候太爱打篮球了 后来到核球发现原来女生也很厉害 然后又可以跟男生一起竞争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特别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大纲 其实就提到说所谓这一个跨越性别的合作无间 就讲核球的这个核 那当然再加上说刚刚杨文所提的 就是说这一个核球运动当中 没有所谓的一人球队 没有超级英雄这件事情 有一个这个非常特别的一点 男女混合 那男女同时在场上 那是要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合作 对平衡 因为我们男生 其实我们里面像刚刚立群哥说 我们还是有一些人是很高大的 那像那些高大球人 他就比较会在场上担任我们抢 男下球的角色 有点像篮球的篮板球这样子 对类似篮球中锋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男女 我们会去有一个助攻者 因为像篮球他可以有控球后卫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有一个人会到篮底下去帮忙做球 我们叫做球 然后分给他觉得机会最好的人 那通常都是主攻者 我们台湾的优势是女生都特别的 单打能力特别好 特别强 特别强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女生担任主攻者 对然后男生就是会比较多在助攻 跟篮下球的角色去做转换 是 当然也会因对手 他们的能力去改变 有可能对方的男生 防守比较弱一点 我们就会转换女生去帮忙 然后让男生出来主攻 是 对就是比较灵活 去转换角色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合球代表队 表现相当的出色 拿下红牌 这个红牌其实也得来不易 因为毕竟我们在四强赛 就是先输掉了 那据说当时我们的全队的气氛 是稍嫌低迷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赛事当中 我觉得红牌战应该是最难打的 因为你刚刚知道说 你没有金牌可以拿 那再给你一次机会 去抢那个奖牌 那当初那个全队的气氛的转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们都预期 我们可以进到冠牌赛 那那个差一分 我真的觉得差五分就觉得还好 差一分就是特别的 四强是败给比利时 对败给比利时 非常的哦 然后大家其实晚上都不太讲话 然后到隔天的时候 我觉得在热身 大家的那种心理跟生理 都有点疲惫 所以我觉得是在比赛当中 一直不断的调试自己 我觉得这次大家都是在比赛当中 然后互相鼓励 因为我觉得这次真的得来不易 是因为我们刚好中华队也在换血 是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新面孔 然后他们比赛经验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些老将跟老师的鼓励下 可以振奋他们 那相对他们的热血 会振奋我们这些老将 对 其实到同白战队德国那场比赛 我们也是克服了不晓得五分的落后 对 对 五分 之后也是靠你有投键跟关键球 然后把我们留下了一面奖牌 核球队大概有几个情况是比较特别 第一个就是他们比较早就到附近 所以受到侨胞那边很多的鼓励跟帮忙 甚至有亲友从其他的地方就飞到这边来 所以核球在比赛的时候 他的拉拉队是最庞大的 是我们所有比赛里面最庞大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核球 其实台湾发展核球的环境不是很好 像欧洲那些国家 他有俱乐部是有在比赛的 那台湾是没有的 所以对这个选手来说 你就少掉了很多这种比赛的经验 各位知道打完球瘫在那边 然后有下一场比赛在那边 如果不是这么多的物质 跟相关的医疗人在那边帮忙的话 那对球员来说 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还能拿到第三名 还能躋身在全世界一流的 这个第一个阶层里面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其实刚刚在节目之前聊天 杨文也有提到说 其实国民航当地的气温很高 对 在配战方面 大家也碰到一些些的困难吗 对吧 对我觉得因为 可是我觉得还蛮好适应的是 他的气温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他室内的冷气真的非常强 很怕感冒这件事情 然后跟我们热身要一定要热的很充足 因为他们真的是 不然容易受伤了 对真的是太冷了 是 那当然这室内冷气也除了比赛之外 也包括住宿方面 似乎冷气也是让大家很不习惯的 这个我们要特别谢谢奥辉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哇太冷了 他们的那个棉被 根本不叫棉被 他们就是一个被单给你盖而已 对所以那时候奥辉跟奥辉反应之后 就像丽宇哥跟他说的 他马上就去买毯子给我们 要在国际有好成绩 真的前线跟后勤 不然沟通也好 协力合作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刚我们提到说 在台湾河酋 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项目 那这样说你后来 有机会去旅外 可不可以跟我们赵薇分享一下这一段呢 好我觉得旅外对我来讲 最大的挑战就是沟通 其实我老实说 我在高中国中 花很多很多时间在河酋 有这个路上 这不是借口 但是我的确没有花很多心思在学业上面 所以我的英文能力没有到那么强 听别人说 国外那里有俱乐部 非常多观众 然后可以很享受那种氛围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挑战看看 结果去到当地的时候发现 好像没那么容易 他们不是讲英文 我在荷兰里面 他们讲荷兰文 我完全听不懂 我完全听不懂 然后荷球又很重沟通 对你要去跟他分配角色说 等一下我要去做球 还是我要下去抢篮下球 结果我完全听不懂 我就只能一直用肢体语言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真的是 我又想打好球 然后教练也很看好我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跟我的队友沟通 所以我那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要一直去学荷球的术语 我不敢说我会说一段荷兰文 我不太会 但我会荷球的术语 关键字要会讲 关键字 对但是我觉得那一段 那段真的是我很享受 因为后来我就用我的身体语言 让我队友终于懂我想要干什么 对那一段末语是让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荷文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很多选手就是把他全部的精力 都摆在这个运动的训练上面 对于其他的这些东西 当然也没有力气 也没有时间约 但是这个其实对选手的影响是蛮大 像荷文提到语言 当你出国常常在比赛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队员来沟通的时候 其实会在信心上面 在各方面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换经验 各位知道那个运动员之间的互相交流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所以对于选手来说 除了你本身的技巧之外 这些我觉得都是应该可以加强的 其实刚刚荷文的分享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未来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我相信很多会希望说 我将来要成为像林荷文 在荷球路上 或是各个体育路上 但其实就像你讲的 他们也许看到球员在场上 那些光鲜亮丽的那样子 但是他没有想过说 除了在场上的所谓技术之外 我还有很多地方是必须要 达到一个基本的标准的 像是沟通 怎么样在国外荣誉团队等等 我相信对你来说 这传承有相当大的角色的吧 对我有在规划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 你也要为你的选手生意来做一些续续 我觉得回馈很重要 我的母校其实带给我很多东西 那我的目标就是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可以把 一些我学到的经验 带回去给我母校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 万方高中任教 然后我希望给小朋友 不是只有荷球 当然他们在加入荷球队的时候 荷球成绩很重要没有错 但我会希望他们是学业坚固 你的品性也很重要 对 所以我现在在万方指教的时候 我就很重视这两块 不是只有球打的好就好了 这个我们给这些运动这些选手 就是太大的压力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整个这个传承 它其实应该有 产业链这样的一个观念 如果今天荷球这个运动 在国内是很受重视 你电视打开 转播的时候是可以看的 对年轻人来说 就是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对 那现在没有那么popular 就变成说这些教练 这些老师很辛苦的 要去拉学生 说你可以参加这个 所以我觉得让我们的选手 可以常常出过比赛 拿牌很重要 让国内知道说 有这样一个运动 我们表现非常好 那让他变成很多人 生活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运动选手 你的选择可以有很多 并不是说 像亚文一开始的时候 猜拳猜输了 只好去核球 那如果有一天变成说 我一定要猜赢 赢了我可以去核球 对 我觉得要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营造这样的环境 整个运动产业链 我觉得这是 整个国人要努力的重要方向 是 我觉得李群哥 真的是一锤定音 让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脚 也希望说 我们全台湾的 不止核球项目 大家持续加油 接下来越来越多 不管是年轻时代也好 大家越来越关心核球 这一项运动 我们台湾在 现在全世界 是排名第三的 对不对 前五名当中 只有我们一个 亚洲的国家 也希望我们持续加油 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这个奥运故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加油 加油 谢谢 那同时呢 也要欢迎大家订阅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更多奥运的故事 都在这里哦 我们下转发声 不止 我们下转发声 我们下转发声